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這邊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下禮拜一開始 也就是10月14號開始 遺跡特許會開放新的關卡 就把一些舊的雙周 還有地獄放進去 那以下為大家介紹 這些卡要不要練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首先先看兩張地獄集 第一張是這張 可以 可以脫衣的 它有兩個狀態 這個可以脫衣服 它應該是第一張 可以這樣子 爆衣的卡片 那這張卡的話 它是水的神族 那技能的話是CD6 全隊攻擊力1.3 非常的低 然後發動技能越多 攻擊力提升越多 這個條件非常的 非常的難使用 就是你要開越多增傷 它的倍率才會越高 現在的卡的話 基本上CD6都會直接給你2.5了 甚至 甚至到3倍了 所以像這個CD6只有1.3 然後 還要條件4才會到2倍 所以這個是完全用不到的一個技能 而且神族的卡 卡池 現在這個牛棚 現在官方越補越多了 所以這張卡是完全沒有任何出場的空間 所以這張也是不用練 那再來的話看到這個判官這張卡 這兩張都是蠻久以前的地獄集 那這張也是可以爆衣的 這兩張都是剛好都可以爆衣的 那也是放進去Easy Touch裡面 那它是水的人類 那水人大家也知道嘛 有很多好用的成員了 不過我們還是介紹一下 它是CD7然後3回合水 1.8倍回復力變0 那就是搭配水污 可以就是變得說沒有副作用這樣子啦 那第三回合結束時完全恢復生命力 我覺得現階段來說水人太多好用的成員了 所以1.8倍也不好用 而且它只是單純的增傷 而且並沒有任何的結板能力 所以這張卡呢我覺得也是不用練 兩張廢物 那再來的話呢 兩個系列 兩個雙周系列 第一個系列是這個死亡騎士系列 那再來是這個魔變兇龍系列 那我們先講死亡騎士 死亡騎士的話水的話 你看我連練都沒練就知道它是垃圾了 水的模組那CD也不重要 反正它的技能就是廢物 暗轉水一回合就是吸血的效果這樣子 那這個就完全用不到 再來的話是這個火的騎士 火的模組暗轉火 然後也是吸血 自動卡現在來說都沒什麼用啦 然後再來的話木的也是一樣 光轉木 另外也是吸血效果也是垃圾 還有這個我要特地講一下 這個三尾也是非常的糟糕 然後再來光暗呢應該算是比較值得練的啦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版本來說也不是必要練 那首先它們的價值在於說 以前的話它是魔族生命力提升1.3倍 它放在隊伍裡面的話會有一個隊伍技能 那只要你隊伍裡面有三個以上魔族成員 就可以提升1.3倍 那這隻的話可能比較適合放五折天 但是 因為它的技能是消耗現有30%的生命力 而且要消耗越多生命 它的攻擊力才可以越高 那要消一萬點生命力 才會到最多3倍喔 那你看C163倍其實算不錯 但是如果說放在五折天裡面 你要消耗30%的生命力可能只有3000 4000血 不可能消耗 五折天的血就很少嘛 所以這張放在五折天裡面其實也不太好用 那五折天如果要撐血的話 放個薩斯姆應該更多 而且五折天說實在的也不需要血量 你一個有那個高傷害先攻無事減傷這種盾的話 你也不會用五折天去打嘛 所以這張卡其實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真的是不用刷啦 也用不太到 完全沒有用過它 那再來講暗了吼 暗的之前也是用來撐血啦 主要是3個以上模組成員 生命力提升1.3倍 那但是現在的話其實 因為秦始皇的關係 放個薩斯姆其實就比較好用了 然後它再來的話 它是水轉暗嘛 那蘭斯多特也是水轉暗 而且蘭斯多特還可以跨回合 還有界王拳 所以整體上都比這張好用 不過也因為這張只是雙周而已嘛 然後再來的話暗兼具50%星 那因為秦始皇暗兼具星嘛 所以這張根本就是也沒有用 那以前的話可能會拿來解一些 暗C拿來解一些什麼 異補盾這樣子 一回合這樣 那現在的話 因為有凱拉的出現 所以這張也沒有出場的機會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張現在來說 也可以不用練啦 除非你真的是 你連薩斯姆都沒有 那你必要的時候 還是可以拿它來 撐點血量這樣子啦 那再來的話 魔病凶龍系列 這張你看我也是沒有練的 龍類乘越多 水跟龍攻擊力越高 那最多的話是2.5倍 那CD6 2.5倍 就單純的給你增傷 沒有任何的解鈍能力 那我們講現在的龍黑金好了 因為它本身傷害就已經非常高了 所以 所以它這個 只有給倍率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效應 我覺得放解鈍能力 解鈍的卡進去清黑金裡面 會比較實用一點 所以這張也不用練 那再來的話 這個火的這隻 不過要注意一點 雖然它是魔變凶龍系列 但是它其實是魔族 所以一回合內延長 移動符時間至7秒 說成員無視屬性相剋 延長移動符的時間 並不是排珠 就只是單純讓轉租時間變長而已 但是在以前 大家都還是5秒轉租的時代 那現在的話 你以夏娃來講好了 算是 魔族隊長嘛 然後又是火的 那轉租時間就已經很長了 然後無視屬性相剋 這個效果也 也不是很必要的一個效果 所以現在來說 這張卡用不到 那再來木的這張 它是消耗30%的生命令 那消耗越多的話 攻擊力越高 CD63倍 那算是不錯的一個 增傷 而且剛好這個 木屬性 放在龍類裡面 剛好如果是青龜是木屬性嘛 那龍類的血又很多嘛 那消耗1萬點應該是蠻容易的 所以說如果你 龍類的牛棚非常少的話 你可以 建議可以刷一張來加減用一下 那如果說你龍隊牛棚很齊的話 這張是完全不用練的 完全用不到 那再來的話 而且青龜的傷害已經非常高了 不需要那3倍增傷 那再來講光的這張 那跟火的一樣 它也是模組 這邊要注意一下 它要把光以外的一種符石 轉成光符石 但是它是隨機的 現在這個一堆雞巴盾的情況下 這個就不是很好用 應該指定某一種豬把它炸掉 這種會比較好用一點 它滿技的話是4 不過也用不到 用不到 那再來的話 這張是我覺得唯一可以刷的 這張古靈魔龍 因為它是龍類唯一的破防卡片 一回合內龍類攻擊力2倍 然後還有這個破防 雖然說現在的青龜 傷害已經暴力到 應該已經不怕這種高防的怪了 但是也難保說未來會出什麼 超誇張防禦的卡片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刷一張 以防不時之需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12個關卡 的介紹 那大家什麼想法的話歡迎下面留言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